两天呢,我们篮球界发生了一个重大的事件,那就是火箭队总经理木雷发表了疑似辱华的言论,这里把疑似给去掉。 我们中国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强调主权完整的国家,主权问题就是我们的底线,而且现在正值国庆假期是一个极度敏感的时期。 然后好了,木雷就来了,一脚踩个正着,我给大家梳理一下事情的始末,北京时间10月5日,上午10点41分,火箭总经理木雷在其推特上发布了一条推文,上面非常直白的写着。 所以说木雷很快也把这条推文给删掉了,然后换成了一张东京城市风景图的照片,但是已经为时以往,微博上,木雷涉嫌言论惹怒球迷,这个话题已经排到了第37名。 篮球解说员杨毅也在6号上午11点09分的时候发表了木雷鲁华的个人意见,归纳一下就是,你不能吃中国还骂中国,确实很在理,尽管解说的时候嘴大了一点,不过这次真的很给力。 然后在6号下午14点57分的时候,中国篮球协会发表了旧木雷事件的回应,尽管火箭都一直和我们中国术有组队般的关系,不过这次, 篮球也是义无反顾的决定暂停和火箭队的交流合作,其实这中间足足有一天多的时间可以给木雷、火箭队乃至整个NBA来发表言论,解决这个问题,而且我们也不难猜想,这里面我们的姚主席可能也与火箭队有过相关的沟通,可结果呢,随着篮球的发生,也陆续由火箭队的中国赞助商暂停了与其的合作。 你说火箭队不在乎中国市场,那肯定是假的,当初通规的姚主席就赚着盆盘钵盘的火箭老板,怎会不知道中国球迷的体量。 不过就这鲁华仰论,我真心觉得木雷是故意的,而且不会改变。 其实最后的结局可能会令人唏嘘,因为我压根不认为木雷会道歉,而且火箭队也不会吵了他。 至于NBA的处罚,我也不是很抱什么希望的。 那我们还能看到火箭队比赛吗? 呃,这个我就不是很清楚了,不过我可以保证,在看火箭比赛的时候,大幕上肯定都是有关木雷的评论。 赛号的新闻呢,也是一样的。 我忘了我的祖国,一刻也不能分割,无论我走到哪里,都留下你手在跟。 我歌唱每一座岛山,我歌唱每一个河,亮亮水眼,潇潇寸落,如神岛山。